比較過分的是 男朋友找藉口 把我們當擋箭牌就算 他會把我們妖魔化 就是男生 妳是... 誰啦 妳是要妖魔化嗎 妳是這樣子對妳啊 這應該是個案喔 用錯字了是不是 這就是事實啊 小優 而且... 她只是看清了以前 而且妳知道嗎 剛剛大字報上面寫說 小優的男朋友沒什麼朋友 不要講了 好像太過分了 她本來有朋友的 可是因為朋友 你看她的人影越來越模糊了 妳就反而不太會約她了 氧氣被我吸光 跟妳在一起 久了 磁場越來越弱 然後大家朋友都看不見了 沒有 我是那種... 我是那種很希望男朋友 出去社交跟Vicky姐一樣的 就是我覺得可以出去玩 然後多交點朋友 我還會幫她約局喔 然後可是呢 我男朋友就是覺得 去都要被灌酒 她酒量又不好 她就不想去 是她自己想醉吧 沒有 真的 我真的很希望她去玩沒關係 我是這麼大方的人 可是她就在那邊想藉口 她就會跟她朋友說 我女朋友很煩 我出門她就會拖著我的腳 我在那邊哭 然後她會... 然後說... 那是抓交替吧 那個通常是我在海裡會用的 反正... 反正我明明就沒有這樣 我跟你講 我覺得她可以說我女朋友 不讓我去 這樣就好 她會講得很誇張 她會說你知道嗎 我出門啊 我女朋友就會一哭二鬧 身上吊啊什麼的 對啊 每天覺得紅色的 妳在那裡穿幾次 妳在那裡穿幾次 穿紅色的衣服 穿紅色的指甲油 妳們臉色很奇怪啊 男生泡...男生愛玩泡出去 妳們就說男生...男朋友很愛我 然後一直亂跑啊 欸不是 然後男生要用... 把妳當作理由 就是去待在家裡陪妳 妳還在那邊怪人家 欸她不是為了陪我 她只是自己懶惰好不好 想要待在家裡打電動 妳有知道嗎 一定是 她就是... 她就是不想講那麼明白啦 沒有然後... 她真的很愛妳 可是她那個妖魔化的理由 真的會讓她朋友很討厭我 因為後來我就跟她朋友出去 她朋友是真的看到我說 欸... 妳為什麼都不讓她出來 看得到妳 看得到妳 她也有開過天野 台客發了 對啊...她道士啊 反正呢 她就會很生氣 討厭我這樣 然後... 我們已經到了主持人 不用講話 來比自己會CUE我 我有點累 而且... 為了... 青哥你不要放一樣 為了大家的平安啦 中國人習慣用這個 接下來是來一人發一張嗎 送道士 我們很需要耶 大過年的不要這樣 反正呢 我覺得這樣真的會讓 我在外面民生不好 對啊 其實妳也是心地善良的對不對 我是想歡迎光臨妳出去的人 對 妳沒有害人的心 所以... 我們還是可以跟你相處 對啦... 她不會抓妳... 我不會抓妳們的啦 我都抓有做壞事 所以我們還是看得到妳 好 COLA又完了 對... 不過還有一種找藉口 會讓妳覺得很煩很煩 當妳想要的時候 對方不給的時候 我覺得男生一定會比女生多 但我覺得 講男生的可能就有一點點會講不完 因為男生... 杜莉妳又何必瞪大眼睛呢 男生真的很多理由耶 男生很多理由喔 男生很多理... 男生妳會說我累了 然後我今天加班 對 我在忙 那是因為妳遇到的是台灣男生對不對 妳們要剛好遇到一個黑人的 沒過來的 妳走開 我沒有懷孕 妳走開 然後她就會... 退去 走開 退 去我服... 然後她就會... 我有個男生朋友 她因為她女朋友跟她... 就是每次求婚的時候 剛好都遇到那個女生生離奇 但是不是說... 一個月才求婚一次就對了 一個月才求婚一次 可是是因為她剛好那一兩個月 就是一直出國 會不會是她男朋友 是故意找那個時間啊 不是... 就是剛剛好她出國回來的時候 有的時候會遇到快來 因為快來的時候 女生可能會脹 會不舒服 腰會痠 所以她就說 我想要 她就說不行 我今天... 可能過兩天要來 我有點不舒服 然後腰痠 然後男朋友剛開始就說 好... 那妳不要動我動就好啦 妳腰痠 然後到後面呢 就可能... 出國一兩個月回來的時候 可能遇到驚奇快結束 她就說... 求婚 然後女朋友說不要啦 我還沒有很乾淨 她覺得怕細菌感染什麼的 她男朋友就那一下 她就當下暴怒 她就說 我現在去找更年期的 看她會給我什麼理由 然後她女朋友就整個心裡面很受傷 她覺得說 我現在這麼不舒服了 妳怎麼會用這樣的理由 會覺得我在拒絕妳 對 妳應該體諒我 而且妳有這麼想要嗎 她男朋友就講說 我去找更年期的 哇塞 她滿有創意的 怎麼都想說找更年期的 因為她就覺得一直因為姨媽這件事情的介入 她很不開心 所以她找一個沒有大姨媽的 就這輩子再也不會來的人 可是我說真的啊 女生就是很愛用這個當作理由啊 那個來到底是一個月 還是一個月三次 我都不知道啊 知道嗎 有的人真的一個月會比較多次 就像是跟一個女生就是要交往的時候 然後就是前面就是要去Dating啊 就是看電影之類的事情啊 然後有第一次她就是來我家 然後晚上就是就變成比較親密的那個階段嘛 然後她就是 你這件毛衣又是你前女友撕破的嗎 有 家裡有貓咪 有貓咪 對 然後結果她就是說 她說我跟你講啊 我今天那個來了 然後我就是 就是因為我這個人是比較體貼嘛 我就不想要給她不好的那個影響 所以我就說 沒關係 我們就是可以看看電視啊 然後就是聊聊天啊這樣子啊 然後 結果就是有看那個HBO 有看那個電影到一半 然後她突然就是冒出來一句話說 其實我 我今天不是那個來了 我們是可以這樣子啊 然後我說 你不是剛剛說的那個來了嗎 然後她就說 沒有啊 我就是想要試你的反應是怎麼樣 他就是 他就是 他就是要 要我說什麼 如果 尊重他 他要你不要他 他才要你 對 如果他 你說什麼 他要你不要他 他才要你 他喜歡尊重他 他應該是那種 其實很害怕男生就是會 他講這句話 然後男生可能翻譯不太好 所以才會講這句話去思讀 沒有 女生也只能找這個理由而已啊 不然還 對啊 就頭痛啊 就真的那個 懶了 有時候男生也會啊 有時候我們沒有啊 你都有 你都有什麼理由 我啊 我就是小孩都那麼多了 還要不要 對 這個理由 對 真的 那屈哥咧 屈哥可能就藉口說 可能要早點休息啊 或者明天早上有工作啊 真的 真常啊 我覺得男生有時候藉口才可怕 我覺得很傷人 我有個女生朋友 他就跟我們哭訴 是女生朋友嗎 真的 還是你個人案例 沒有 真的是我朋友 我想不到在冥界也是有好朋友的 有同時期的 然後呢 他都會就找我們哭訴 說你知道我 我男朋友都不碰我 說怎麼可能那麼正 腰那麼細 胸部又大的 他們同對的 同對 好 然後我們就想安慰那個女生朋友 然後他就說 你知道嗎 我後來他就是拒絕我 我就一直問他說 你是不愛我了 到底怎麼了 然後他男朋友就很認真 看著他說 他的理由是因為我朋友 都會穿漏色的內衣內褲 膚色的不是也不錯 可是這個是藉口吧 不是藉口 這是圓衣 對 圓衣 真的會反胃 那是主要的 可是有些會喜歡唇白 或者是膚色的 可是阿嬤一定是泛黃 而且那個蕾絲邊會 爛爛溜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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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朋友很漂亮 他偶爾穿一些漏色的 真的也還好吧 可是那種 你們是不喜歡肉色的 還是不喜歡 阿嬤的內褲 剛剛講的是那個樣式的關係 講到阿嬤的內褲 大家會想到很大一件 鬆鬆行鬆行嗎 對 鬆鬆行嗎 浮紅邊 鬆的那種 然後蝴蝶結有點弄餡 沒有人 現在還不丟了吧 即便是那個人 長得再漂亮都不可以嗎 就那種膚色然後蕾絲那種 然後這樣子就是 不是 凱傑如果是膚色蕾絲 但是是新的 漂亮的 OK嗎 就是要有那個形式好看 不然內褲內衣 我只是覺得是還蠻 還蠻重要的 內衣褲還蠻重要 聽到了 我要把自己的內衣換掉了 所以如果是一個傳統的樣式 但是是黑色的 你們覺得OK 黑色蠻性感的 所以顏色 像她剛剛講志琳姐姐 如果志琳姐姐結果打開是阿嬤的 你也會覺得很遺憾 對 會有點關掉的感覺 因為那就是內在美 曾經遇過最瞎的一個藉口是 我跟一個女生 有一點就調情 然後講到炒飯 她說她喜歡煮飯什麼 那妳喜歡炒飯嗎 就開始聊這種東西 大概聊了20分鐘 而且還說什麼 是見面聊嗎 沒有在FB上 但是認識的 就聊一聊 然後她就說 妳喜歡吃炒飯嗎 我說當然很喜歡啊 妳自己很會炒嗎 我說會啊 什麼什麼 然後她就說 妳炒的飯一定很好吃 我好想吃吃看